专话检方去年侦办顶星六案 21天癥结起诉 就是因为没有在第一时间前往越南搜证 厘清这个大幸福公司的原料油来源 有没有非健康的猪土体 到平头厂采验原料油的时候 也仅用不够严谨的快筛法 两个药命疏失 导致昨天在一省是疏到脱苦 法官判决就指出检报无法举证 顶星从越南进口油品取自病死猪 也不能证明是未经检验的市场回收油 或是搜水油 微博部昨天表示 业者使用不好的原料就是不对 对顶星案的无罪判决深感遗憾 毒科医师表示 无罪判决对消费者无法交代 产品检验合格不代表没有慢性毒物 政府应该要研议修法 避免国人暴露于慢性毒物当中